Hello 大家好,來到搞港超聯又是一個現場版 在旺角場看完球馬上拍的一個版本 如果你有看直播的話 都應該覺得這場球是... 如果在現場看,我會覺得是辛苦的 尤其是上半場 如果有看直播的話就可以 你不用那麼集中在球場上 那些時間比較容易 今天是東方龍斯對著冠中藍區的比賽 賽前大肆宣傳這件事 就是阿輝和輝的第二百場的球會比賽 這是理程碑來的 派了這個橫幅 很多球迷都有,我看到 設計都OK的,很多漂亮照片 然後就有他那個... 在東方球會生涯的一些獎項 有這個套館 如果你有入場就應該要拿到的 就是這樣 今天這場球其實就... 比數大家都知道 就是半中藍區1比0 贏了東方龍斯 分開上五下半場講 如果... 首先講一下賽前先 其實賽前看 就是... 半中藍區我一直都說 他們今季對著不同球隊的表現 其實是越來越進步的 尤其是在防守的表現是... 做得很好 不過機率性很強 今天出來看見他們的對抗 防守的硬正度 是很明顯 是跟東方龍斯可以周旋到的 這個就是令到... 他們在上半場 為什麼可以跟對方... 好像打泥漲摔角一樣 令到東方龍斯發揮不到的主要原因 就是... 冠中藍區的防守的機率性很強 在賽前的時候見到... 余子藍和艾懷頓都是正選 其實都會... 將課題和重點... 放在習慶豐身上 因為習慶豐擔任這場 冠中藍區的左閘 其實就是要對著這兩個進攻好手 很專注他到底在防守 交到什麼表現出來 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如果我選這場最佳球員的話 除了入球的肥棒之後 可能其實冠中藍區的習慶豐 甚至杜杜等等 我都會是一個考慮之列 我覺得今天冠中藍區的狂手相當之強 先說上半場 他上半場是一個比較交錯的局面 大家都不是很找到太多的機會 那... 為什麼會... 令到... 大家都找不到機會呢? 很明顯冠中藍區 今天一出來上半場 其實他們就... 在早段不算很主動 但是他們是利用什麼 令到東方龍斯發揮不到呢? 就是... 當他們在前場... 失去了控球群的時候 那5至8秒的圍場 尤其是... 道道兜出來 然後... 然後... 列文... 澤庭峰等等 在邊路堵塞住對方的空間 對方一拿到球拳的時候 馬上迫起來 所以... 令到東方龍斯根本沒有辦法 很有效地可以推進到 而... 東方龍斯今天很明顯 那個進攻的重點 去了右路 令到左路 孫敏軒是沒有支援的 所以孫敏軒今天是沒有什麼表現的 因為那些球都不在他身上出現 所以就... 令到孫敏軒沒有什麼表現的機會 那... 要給他們很多掌聲 他們今天是以防守取勝的 那... 上半場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整體的賣門都不是很多 那... 下半場就... 呃... 有什麼特別是... 有不同到呢? 下半場呢... 先做... 其實下半場一出來的時候 東方龍斯 是有十二三分鐘的時間 是把貫中藍區圍著半場來踢的 貫中藍區是連對方的半場都過不了的 那... 那段時間裡面呢... 其實是... 東方龍斯是把自己的左路 王之澳壓上進攻的幅度 是解放了 即是多了在左路進攻 落底的全中 菲蘭道 其實都有做到配合的 那... 令到東方龍斯在左路的進攻呢 比起上半場好很多 但是問題又是來了 當東方龍斯的左路進攻好了 又倒回右路 沒有什麼發揮空間 今天艾華頓很明顯都... 不是最好的狀態 呃... 一兩下偶爾 就是他扔著球進了中路的時候 他的決定都不是很利落 因為其實後面... 魚子人很快衝進來的 後面其實... 有其他隊友都會衝進來的 但是就... 不是太多機會是給隊友 那麼... 他自己又趙趙趙趙趙趙趙... 然後就失了 那... 那... 不太太適合的比賽 今天... 艾華頓 그래서去到下半場 東龐斯雖然有圍攻 但沒有一個很入獄的攻門 這是一個挺大的致命傷 另外,觀衆林區那邊怎麼樣 觀衆林區那邊雖然他被圍攻 但是他一直在等 球員的防守積極度相當之強 到盧斯安勒 盧斯安勒是專門把把道武凍結 因為把道武看上去 現在看多了場 看到他雖然是高中鋒 但其實他的對抗不是想像中那麼強 他是傾向技術型的高中鋒 所以對著盧斯安勒這一種 比較對抗性強的中堅 其實他有少少吃虧 在下半場就觀察到這件事 其實上下半場也顯示了 爭高球很明顯盧斯安勒比較強 然後渡渡的靈活 咬前的防守 令到很多球 東方龍師 是不能夠在禁區頂做到組織 下半場基本上只有一兩腳 只是在這裡 你下來之後 只有一兩腳可以做到組織 其實時間都做不到組織 那就是東方龍師 在下半場那個 沒有辦法形成威脅埋門的主因 灌中銀區當然是很多東西要讚 剛才提過的澤亭峰 杜杜杜、路斯安勒 其實今天 谷盈智和座座木舟這些列民 其實這三個中場 在中圈附近做了很多dirty work 今天肯定大家會感覺到一件事 就是犯規很多 停的次數很多 很多在中圈附近的死球 那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其實這幾個中場 是不斷在那裡犯規 但是你看回 他們不斷在那裡犯規 他們的犯規又不是說 每次都是 每次都拿黃牌 甚至是有人拿紅牌 沒有的 都是 過來硬正拉低你 去 碰撞撞低你 但是又不至於拿黃牌 令到東方龍師的節奏根本打不到 然後就 逼你踢死球 逼你用死球剛進來 因為灌中藍區用死球不怕你 所以就 正中了灌中藍區的下懷 去到83分多鐘 灌中藍區 我想其實去到60幾十分鐘 其實他都可以等 就是開始覺得一分都收貨 去到80幾分鐘 都 東方龍師偶爾都有些門前機會 但是不算很入獄 那灌中藍區等到一個機會出來 就是到到 在中路引過去 右閘的位置 然後用右腳 腳面 填一個 外篩 給到谷型字 入到對方 按拘頂 然後起腳 然後 葉蓬輝 擋了出來 然後就用肥犯再撿 我也說肥犯 就是那個 行運 是 神經病 超級波追人 不是今季的肥犯 是 這些波是無論怎樣都好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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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個人覺得這個失誤是可以避免的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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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這一刻 不用 不用 硬 但是 我不是 門匠 我不敢說 那麼 那個波是否真的很厲害 是很厲害 是很厲害 但是 眼看谷型字的射門 其實 不算走得很順 嗯 是 是 是 這是我自己主觀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避免 就是 最後就是這樣 當然 對於東方師來講 挺可惜的 但是兩隊 踢到一個張力很 舊的比賽 如果你喜歡看這個球 當然是 覺得這場球會悶 但是如果 就是 細美一下兩隊 大家可以看直播 那個replay 細美一下兩隊 在中場那些 互相的圍局 真的 很精彩 我覺得 這個是 盧比道 和那邊 不知道是否聶盟報紙 兩個教練 那個中場的博弈 是做得 挺精彩 在這場球裏 所以 雖然是少入球 但是我覺得很精彩 的比賽 整體 就是這樣 這場球的情況 又是一個 不錯的weekend 明天還會有 這個 潔子對李文 我都會在現場 都會做賽後評 希望大家 喜歡 這個頻道 喜歡九一廣超聯 希望支持小弟的直播 就是這樣 喜歡就給個讚 comment share出去 subscribe channel 按個鈴鐺 你就可以準時收到 下一場的 賽後評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 多點入場 今天有1300入場 不算多 其實 不算多 星期六 下週 對 不算多 希望明天會多點 在中間找他 好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